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第三个理由应该是 就是时间虽然过去 但是在时间的长河里 给了我很多对生活的感悟 所以感谢时间 但是不希望他留着 就像我用一年时间 放在分手大师这个电影作品 导演第一次的导演作品上 其实跟这个概率很像 就是一年什么也不错 只做分手大师 然后 因为我也希望未来的时光 是享受这样的生活 就是喜欢真的简单 真的在一个长时间里 做一件事情 或者几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会很好 所以一万小时订的 应该是一个好的订阅 泽子 我可以承認你